来 爹过来过来 怎么了臭丫头 什么事那么着急忙 我把你爹叫过来 那个 说说说 有什么事啊 爹替你顶着 老师要见家长 你 你让我假扮家长啊 也不是假扮 你 你是我爹啊 什么事啊 老师还要见家长 也没什么事 就 就是那个 我的学习退步了 你怕你妈骂你了 你叫我来 你觉得爹不会骂你是吗 爹 我知道你最疼我 是 爹是疼你 但是我跟你说 学习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迎头赶上不就行了吗 我也是 你妈那个脾气 你爹又不敢赶你 太阳知道了我的下场 给你惨 爹 老师你就帮帮我嘛 我保证 我学习一定会提上去的 爸妈 我不会知道这时候的 太阳了 好好好 我跟你说 保证啊 学校提上去啊 答应 走吧 再等等 你们那个班主任 见过你爸妈 我怎么假扮家长啊 我们班主任已经换了 不是以前的那个班主任啊 你爹 我那么年轻 我怎么像有你 那么大一个女孩的啊 要不我回去熬几夜 我把自己弄得苍苍一点 我再来 你已经够老了 我告诉你啊 臭丫头 你爹 我好好装修一下 背上我那心爱的小书包 看起来就跟你是同领的 行行 快走 陆老师 你好 陆老师不在 陆老师 这是我爸 你好 我叫陆海 是狗狗一班主任 今天叫您来 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狗狗最近的学习情况 狗狗一直是我们班 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成绩下滑得很厉害 这个问题 我也和狗狗沟通过 她说是您的太太 给她报了很多课外班 像书法呀 游泳 芭蕾等等 所以老师 我是不反对学生 在课余时间培养兴趣爱好的 不过这些都必须建立在 许好学校课程的基础之上 您说呢 没错 您说得对 那都是我嫂子的 她妈妈 我老婆 对 我回去跟她说一下 真的 尽量别让孩子学那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也不能说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过像果果这样子 一下子学七八样 很有可能哪一样都没学好 还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影响了正常的学业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完全正确 对 你真的是 徐果果的父亲 当然了 那我想知道 你叫什么 我本人吗 对啊 您是徐果果的父亲 对 我叫许鹏 我老婆叫林爽 果果今年多大了 什么时候生人 果果今年十一岁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号生了 A兴趣 生的时候六斤六两 你别说这孩子 从小就让人省心 真的 吃饱了又睡睡饱了又吃 从来不让我们做父母的操心 所以我 我跟他妈都长得比较年轻 你说不操心多好 陆老师 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没了 不好意思啊 最近学生都太调皮了 总是找人来冒充家长 有的甚至还花钱雇人 所以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爹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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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是什么 amend faire 你怎么做呢 今天社工呢 是我这个全面的人 其实老板就出了 跟你们俩 monet 都太 пот了 你也发现了 我都被虚偷了 对我知道她 你 你知不知道 你们陆老师她 她什么 她她有没有 什么男朋友啊什么的 爹 你喜欢我们陆老师啊 瞎说好字 我怎么就喜欢她了多点 你别装了 你一看到我们陆老师就发呆 还问她有个男朋友 不是喜欢是什么 谁告诉你这就叫喜欢啊 电视里都这么演 这没营养的电视剧这 我 我那是 我得 我得 你装 你装 走走走 回去 带你回去吧 我妈不在家 你爸呢 我爸长天不在家 那你先跟我回去 到时候给你妈打电话 让她来接你吧 好啊 你明姑姑 明姑姑 明姑姑 你怎么来了 她妈妈晚上不在家 我给她接过来吃晚饭 那好啊 走 咱们回去 好 好 她怎么不出来了 讨厌 姑姑 你一会儿去写作业了 怎么答应我呢 说好好学习 把成功提上去的 还拉过钩了 记不记得 怎么走真好呢 你妈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那看着你这个玩什么这样 你妈有多啰嗦你知道吗 走 狗狗 姑姑品质作业去啊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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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寒 见 贺书 怎么样 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过去完了 真不错 来 奖励你们俩是属于我啊 林 狗狗 你妈今天是有什么事吗 怎么这个点还没来接你呢 明天一早 狗狗还要上学呢 要不然 让狗狗今天晚上住这儿吧 那你还跟爹睡吗 我不要 怎么不要啊 小丫头 从小都是跟爹一起睡的 可是小时候 现在长大了 长大了 我告诉你 甭管你长多大 在爹眼里多是小孩 知道吗 长大了就是长大了 你别老把人当小孩看 你别老把人当小孩看 果果 今天晚上跟明哥哥睡好不好 你们俩小孩凑一块去吧 明哥哥 我爹睡了吗 他 他肯定不会睡的 他还得工作呢 明哥哥 你让我爹别老熬夜 这样对身体不好 明哥哥 嗯 你是不是 很喜欢你爹啊 我爹对我可好了 他总说看见我 就让他小时候的妹妹 明哥哥 我爹说的妹妹 是不是你 你猜呢 我猜 我猜是 那就是吧 那我爹是不是很喜欢你 你再猜 是 是 那就是吧 来了 嫂子 许悦 果果在米恩那儿睡呢 我 我去叫他 你先坐 先不用去了 我 我有话跟你说 那坐下说吧 我不进去了 就在这儿说吧 许悦 我想叫果果 在你这儿多住几天行吗 行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果果放你这儿我放心 你还能叫他做作业 等过两天我空了 我马上把他接回去 那 那我还要过去叫他吗 算了 都已经睡了 我就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啊 好 慢点走 来 你还没什么 这个 你还没什么 走 我看你 李奈娜 怎样 不让我再睡了 你那我睡了 你那儿要睡了 你那儿 고�几天 你能看见你啊 你那儿去问你 爹 你再不起来我就用截招了 快点起来吧啊 快点 听见没 爹等我过几天我身体要知道 好了好了 别光顾着怪我了啊 我开快点流失了 怎么样 挺好 你也不错 果果 最近你爸爸怎么样 没什么事吧 怎么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又吵架了 又吵架了 这回吵得可厉害了 都吵了一个星期了 说是要离婚 离婚 为什么呀 好像是我爸有小三了 你别瞎说啊 你爸不是那种人 爹 要是我爸妈真的离婚了 我能不能跟你啊 你别瞎想了 怎么可能啊 是啊 果果 别瞎想了啊 你先听说啊 嗯 果果 老师 果果 老师 好 老师 好 老师 如果你们都在那里了 为什么呢 你都在那里了 我还是在那里了 我都在那里了 我都在那里了 我走了 果果听话啊 好 拜拜 果果报了 果果 怎么你爸爸和你姑姑 一起来送你上学的 因为我爸爸和我姑姑 住在一起 不是 是我姑姑和 不 是我姑姑昨天来看我 没走 我记得你妈妈 好像开的不是这些车啊 怎么你爸爸 看要开这么小的车呢 因为我 我爸说节能环保 我妈说不节能环保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啊 他三十六 他说现在好就年轻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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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您 有事吗 您以前是徐狗狗的班主任吧 我想问一下您 您认识徐狗狗的爸爸吗 爹 果果 刘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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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怎么 你不认识吗 这是果果以前的班主任刘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果果爸爸 对对对 那个 果果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做门竞赛一等奖 学校颁奖的时候 我我我来过咱们见过 那真是对不起 这学生家长太多了是 一时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 每天面对的学生太多了 没印象很正常 好的好的 那我们先走了 刘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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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买另外一种了呗 那要这种 那种还是那种啊 选择对你成长有利的啊 这种吧 为什么 这种比那种好 这个贵 爹 你看啊 这个跟这个 没什么大的差别 能省的就省的 宝贝女儿真是没有白疼你 来 好 我们拿这个便宜点点 好 陆老师 那么巧 陆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傻孩子 当然是买东西了 难道看电影啊 嗯 你刚来啊 我来了一会儿了 咱们一起 来 走 我帮你拿这一筐 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都怀疑你 是不是果果的爸爸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你是对学生负责吗 能有你这么有责任性的老师 那是我们家果果的福气 别这么说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果果再见 老师再见 多好的老师啊 对 对 过来